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离世 对于大英国写很多民众来讲 是感到相当的不舍的 那么对于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呢 现在有更多的冷知识也出现了 不晓得您知不知道 大家可以一块来了解 您所不知道的伊丽莎白二世 她从来是没有上过学的 她是请家教来家里上课 这个在影集当中 王冠里面都有完整的诠释 还有她作用了全英国开放水域的天鹅海豚 就是他们之前很早就立法的 就是只要像是在泰晤士河 或等等海豚鲸鱼 只要是公开场域的 这些通通都是归英国女王的 第三个包包打暗号什么意思呢 大家都知道 你们认真看过 其实女王在出现公众场合的时候 她手上都会挂着一个手提包 这手提包有作用 并不是放钱 她是如果包包放在桌子上 代表说五分钟之后 你就可以走人了 代表可能在这个场合 她不想待太久 如果到时候包包改放在地上的时候 代表是情况危急 女王必须要马上离开 所以女王是用包包来打暗号 第四个 可能想都没想过吧 女王曾经遭受到枪击 这是她有一年到了纽西兰的时候 她去参访 结果被一名17岁的少年开枪 当时非常的惊险 子弹从女王的头上飘了过去 还好女王没事 第二次她本来还要再去纽西兰的 结果现在政府提前又抓到第一次跟她开枪的人 好像又要再对女王来行凶 赶快提前的去制止抓住她 第三个 白金汉宫里面有皇室专属的ATM提款机 当然就是给皇家所使用的 另外在看过皇室的影片当中 你会知道女王非常喜欢狗非常喜欢柯基 另外她也是赛马好手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从孩子们手中一一揭过花束 脸上露出和蔼笑容 1952年登记以来 女王总是给人亲切的印象 深受人民爱戴 易改王室成员严谨形象 女王幽默风趣还爱狗成吃 尤其独爱柯基犬 在位70年期间一共养了30多只柯基 尽管国士繁忙 还是不忘亲自在爱城散步 女王更曾带着柯基在奥运开幕影片尬一脚 与007詹姆士庞德一同出任务 不过她在10年前停止饲养柯基 因为不想在过世后让狗狗美主人照顾 原因令人鼻酸 女王不只爱狗 还是位赛马狂人 2013年英国金杯赛 女王的赛马赢得冠军 当时87岁的女王激动鼓掌 雀跃满足的心情全写在脸上 美国赛马网站分析过去30年 女王骑下的马就为她赢得超过700万英镑 相当于2.5亿台币的奖金 女王从6岁就开始学习骑马 甚至到了高龄94岁还在骑 王室例行共事之外 女王私下亲民的举动与独特的一面 也将永远留在世人心中 记者综合报道 女王在位70年对于很多的英国民众来讲 他们的一生当中可能就遇到了这一位的君王 而为了要感谢他 为了要悼念他像是在英超联赛部分 也决定要延期了 目前延期可能要等到10月1号之后 才会在正式的比赛 而现在女王走了 国王要继位了 继位就是他的长子查尔斯34 他也是在位 史上在位最久的王储一等 就是等了70年 那现在母亲走了之后 他有一些要务要做 第一个他就必须要 记取好妈妈的榜样 同时要汲取女王的力量 然后要维护核心的宪政体制 也就是君王你必须要中立的 你不可以去干预政治 再来最重要对他个人而言 就是把卡蜜拉从小三扶正 变成的是王后 当然这也是伊斯塔白二世最希望的 不过之前有英国的林梅 预测说因为查尔斯王子 他在英国里面是不受欢迎的英国皇室成员 所以即便他继位为国王之后 可能会受不了压力 于是林梅就讲了 在三个月后可能就会传位给威廉王子 让威廉变成国王 就看林梅的预测准不准 不过现在得知的是 继位的就是查尔斯三世 那么他的声望是不仅母亲的情况之下 所以使得大英国协有没有可能会纷纷脱英呢 像是欧洲加勒比海等海国 也出现了脱英的浪潮 而在本国当中他们三块毛 苏格兰英格兰跟威尔斯 那么苏格兰始终都一直想要脱离英国的统治 他们在明年也要举行脱英公投 这一连串的骨牌效应都在在的在考验着 新的国王查尔斯三世 英国伦敦西敏寺教堂敲响终身 向逝世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致意 降下一半的英国国旗随风飘扬 整个英国弥漫着悲伤气氛 白金汉宫前也聚集了大批民众 可见女王在人民心中非凡地位 她是非常奇妙的 她已经成为这国家的领导 她已经成为这国家的领导 她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领导 所以她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领导 在这国家的领导 在这国家的领导 所以这个领导 是非常残酷的 除了民众 英国演艺圈同样深感i-tone 以007情报员詹姆士庞德 红遍全球的英国男星丹尼尔克雷格 发声明悼念 表示自己与王室同在 2012年她曾与女王合体演出 伦敦奥运开幕影片 如今已成追忆 而英国流行乐传奇歌手艾尔顿强 更在演唱会上公开致哀 表示自己会勇怀女王 1975年她曾与我一生 我感到很残酷 她不再与我一生 但我感到幸福她在安静 我感到幸福她在安静 伊丽莎白二世 不仅是英国女王 更是由56个主权独立国家 组成的大英国血元首 但寄人的国王查尔斯三世 声望低迷 使得澳洲与加勒比海等国家 开始出现妥鹰声浪 而一直以来 与英格兰同传异梦的苏格兰 同样蠢蠢欲动 你知不知道 他很老了 所以你知不知道 我认为是 在我认为是 在我认为是 在经济上 后来 不再改变 但是 我认为 他能够做得更好 他不能够做得更好 所以 好幸福 一旦明年苏格兰拖英公投过关 恐怕将掀起 北爱尔兰和威尔斯 骨牌效应跟进 新国王查尔斯三世 是否能延续母亲 伊丽莎白二世威望 避免日不落帝国 无法避免的日暮西山 成为他力挽狂澜的党务之急 记者蔡星辰报道 73岁的王楚查尔斯 现在变成了 是英国国王 他在白金汉宫 發表了全国演说 承诺将会承袭母亲的精神 为人民竭力服务 至死方休 最后他还称她为 亲爱的妈妈 展现出无限柔情 最后他也重申 卡米拉王后的地位 而今天下午 英国就会举办登基仪式 不过由于现在还是全国的哀悼期间 所以加冕仪式还要再等等 伊丽莎白二世是在苏格兰去世的大陆 维伯现在也疯传 在36年前 英国女王跟老公菲利普亲王 一起登上长城 到西安去看兵马俑的画面 伊丽莎白二世作为首位访路的英国君主 她深化了中英关系 但也随着的香港回归 中英关系出现了嫌隙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辞世 也让她曾到访过北京长城的画面 在网路疯传 一度登上微博热搜 36年前 她与老公菲利普亲王登上长城 一路上还能看到女王满脸惊喜 拿着相机不断拍照 难得留下她与丈夫在长城的合影 1986年英国女王访路 一共去了大陆五个城市 除了北京上海 更到西安看兵马俑与兵马俑同框 所到之处都有大批的陆方官员 媒体随行 英国女王作为首位访华的英国君主 在位70年 这也是女王唯一一次访问大陆 这趟出访深化推动了中英关系 稳定双方的政治互信 不过1997年香港回归后 中英关系出现变化 英美体报1997年查尔斯出席香港回归大典 后来也在日记上写大陆领导人是恐怖的古老蜡像 中英关系随着香港回归 似乎也从友好深出缝隙 2015年习近平与彭丽媛出访英国 女王高规格接待给出103响礼炮 接待规格比欧巴马的41响还高 史无前例 女王还与习近平共乘皇家马车 前往白金汉宫 看似愉快的气氛 却在隔年女王在一次公开场合中 脱口说出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团很无力 女王脱口而出被媒体全都录 而英国女王生前每年的例行活动 也会出席号称园艺界的奥斯卡切尔西花展 台湾曾速度获邀出席 我中英代表更曾送出以女王命名的蝴蝶兰 写下我国官员与女王难得的接触历史 记者综合报道